因为对赖清德来说 他必须要赢难投才能够补血 否则真的是难以定于一尊 来看看今天这个靖周刊 又出什么样的报道了 说这个赖清德要抢青年选票 找了这个在3月份启动了青年对话行动 所以找了20名的KOL 那这些KOL讲话很尖锐 那有人坦诚说 其实他们自己对蔡英文比较熟悉 对赖清德是保持观望的态度 那甚至有一些独派青年直言不会 直接说我们找不到投票给赖清德的理由 那还有说这个赖清德如果有心 想了解青年需求形势不是重点 青年在意的问题交通都没有获得真正解决 赖清德如果有意回应青年需求的话 就不能够只是自视的来办座谈 应该要看到改变才是重点 那同时很多人还直接讲 听说讲了这些话让赖清德觉得格外的震撼 他们阵营 还说民党为什么要推赖清德选总统 我们找不到投票给赖清德的理由 那刚刚我特别讲到就是 青年有提到说 他们在意的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 那我觉得怪怪的啊 没有获得解决执政的不是蔡英文吗 那应该要怪蔡英文不是吗 你应该是去跟蔡英文算账啊 好啦不管啦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呢 镜周刊出了这一篇 然后感觉起来就是刻意凸显 赖清德哎呦不得年轻人青睐 这招还蛮狠的吧 其实最近几次包括各式各样的新闻呢 他都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他都是对着赖清德而来 那赖清德是民进党的嘛对不对 那这些人是要砍民进党嘛 可是这些人出手的方式又像是在保护民进党 并没有要伤害民进党 所以我们才会解读成说这是一个民进党内的内斗 那内斗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个人的判断就是希望赖清德对英系低头 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说蔡英文他当完武则天 就他要当什么呢 他现在最新的角色希望当慈禧太后 就未来呢他可以在赖清德上位之后垂帘听政 可是其实赖清德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人 所以呢他就是不听话 他就觉得他不想要这样子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 那所以呢这个就英系 我认为是英系啦就不断不断的去折他的腰 看能不能够让他跪下来 像这个慈禧太后能够来效忠 那他未来他才有办法当上总统大位 其实2019年他们两个的选举过程是如此 一开始也给了一些机会嘛 就是说如果你对我俯首称臣的话 那也没什么事 但后来斗得那么难看 还是又给赖清德说那你来当我的副总统 那当然蔡英文因为他是权斗专家 好我坦白讲才会说明明 这个蔡英文最讨厌的人就是 你凭什么跟我选的赖清德 但还是把他放在身边 也用捆龙所把他绑在副总统的位置上面 那当然现在赖清德有机会当主席了 看起来这个总统提名的时辰那么早 也没有其他人能够来跟他竞争 看起来是很稳当的对不对 可是他们在这一局就用 2024年你能不能够赢国民党 或是赢在野党 那作为他们现在去 我有一种程度叫勒索赖清德的这个理由 那具体的行动包括很多 我就讲先前陈宗燕的这个爆料 就非常的奇怪 其实波基也知道 这个整个过程非常的离奇 第一个爆料的人是把料给谁呢 是给民众党的陈婉慧 也就是说是民众党的新科的立法委员 所以呢大家去想哦 他这个料不是给国民党哦 我后来拿到监听议文公布 然后把整个事情弄得跟我做的一样 那是我中间拦壶好不好 那是中间拦壶 人家资料不是要给我的 真正的那个原始的那个data 给的人不是我 我中间给人家拦下来拿过来讲的 那所以他们要给的人 包括后来像郑文燦八八会馆的事情 再包括后来第二张的赖接图 那些都是给民众党的 那给民众党什么意思呢 代表给的人不想让蓝营得利 不想要让蓝营得利的心情是在干嘛 在保护民进党 然后某种程度他去拉高了民众党 然后去透过民众党去打 某里面的绿营就赖清德的时候 那也会加强蓝营的压力 可能蓝营的选票跟民众党选票 互相流动的情况之下 还再次压低了国民党 所以要打赖 而且又不想伤民进党 对 然后又想要再压一下国民党的最佳解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料给民众党 然后你要不找痕迹的话 你就找比较新科的立委 那可能他就没有这么多的经验 去跟你做相关的查证 想要找出你是谁 所以这个整个辅招是非常的明确的 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要打赖 但不想伤民进党还想要再多踩国民党一脚 然后呢去拉抬民众党 这个是非常精密的计算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现在讲到现在静周刊突然出现 哎静周刊跟谁最友好 这还需要我说吗 好这个他们有没有 高层都一起吃饭 然后开开心心的 这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那这个赖清德有意在3月启动 这个青年对话行动什么 不公开聚会邀请20名KOL 大家相信真的是所谓的KOL吗 不基本上是网军的美称嘛 侧翼的美称嘛 我相信那些真正的KOL 你怎么给人家这样点破啊 你真的把人家的名字公布出来的话 那大家就想说这是什么KOL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因为这些所谓的 在网军各派系里面 拔得头筹第一名的是审派系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蔡英文英系 英系的网军是最多的 你看先前明报所揭露出的那个群组里面 30个人的这个群组里面 还是由洪耀男来负责主导的 就很清楚 还有黄崇雁 这些都是蔡英文的人马 然后透过这些网军甚至过程 当中攻击过赖清德 所以他们对赖清德是有怨是有恨的 再加上最近去搞什么 搞黄澄国条款 搞林志坚条款 这两个人都是英系的大将 所以这些侧翼网军他更不能忍 所以你看到的是说 陈宗燕被打的时候 跟赖清德有关 侧翼没什么出来帮他发声 可是陈吉仲的蛋明明就是现在没有蛋 陈吉仲要背锅要负责 结果呢 所有的侧翼网军跑出来帮他洗地 因为他是蔡英文的人 所以当然这个所谓的青年对话行动 想要去找所谓的KOL 我的看法就是侧翼跟网军啦 来竟然做谈 他们是不买单的 一直到大概两三周前吧 我不是都还有出示一张截图吗 他们把林志坚出来道歉这件事 怪罪在赖清德头上 不对嘛 林志坚做错事 本来就应该要出来道歉 结果他们不是耶 他们不是说道歉道得好 他们是说都是赖清德害的 所以当然他们不想要 就是跟赖清德合作 那这个新闻这时候放出来 伤到是谁 还是一样是伤到赖清德嘛 有没有伤到民进党 没有伤到民进党为什么 因为 这些人本来就是偏民进党的 他还很清楚说 他是想要跟蔡英文合作的对吧 所以他们这些KOL 不是说 因为我觉得现在民进党做不好 所以我想要转支持其他在野党 没有哦 他是说 我们就是绿的哦 意思就是这样嘛 我对蔡英文很熟悉 我支持蔡英文啊 可是不代表我要支持你赖清德 好 那请问这时候问题来了 赖清德要如何取得这些 所谓的KOL的支持 就是你听蔡英文的话 他们就会来了嘛 所以这就是一个 他希望去让这个赖清德 为了他的官位折腰 然后让他对慈禧太后 下跪的这个整个过程 那赖清德会不会 最后还是得被逼着买单 我觉得我们很值得 继续观察下去 好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